大家好,今天早晨看了看没什么新闻了 都是一些老的新闻或者一些后续的报道 那我们先看看台湾这个后续新闻 有一个我把它就转为八卦新闻吧 就是林志坚的事情还没完呢 本来林志坚的事情可能快完了 结果又出话题了 什么话题呢 有人说了 台大中华大学你诈骗 你要退给林志坚钱 也就是说你骗了林志坚的钱了 人家现在没有得到学位 你得退款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八卦新闻 新闻来自于中式新闻网 新闻是这样讲 大学应退学费给林志坚 沈富雄杠上这群人 他们退钱才对 民进党前新竹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案 最终结果为硕士学位遭双杀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人 对此作家 言则哲雅出意惊人 称台大与中华大学有欺诈嫌疑应该退还林志坚学费 对此 钱立为审26日就表示 应该一不做而不休 有抄袭嫌疑的论文 这些学生的指导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如果有直接关系 他们所拿到的薪水通通退还引发讨论 好,这个新闻我就把它称为八卦新闻 因为下边还有一大堆鸡咕噜的 说了好多 我看呢 很简单 这个显然这个说话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了 反正他是支持林志坚的人 所以他就是说林志坚的硕士学位没了 那是你大学欺诈 你把钱退回来 你看看 这个事情我看网上有一些讨论 有一些讨论就是说什么 你饭多吃了你还吐出来啊 这个事情呢 其实学术界的人听完以后都觉得 很简单 你报名上学 你课听完了 考试你没通过 那是你课已经上完了 你不能说因为你考试没通过 你没有拿到学位 或者说你考试的时候你作弊被抓到了 你没能拿到学位 或者像林志坚这个 你作弊拿到了学位 人家给你吊销了 你课已经上完了 你怎么还可以退钱呢 这样拙劣的主意 这样愚蠢的招 民进党这帮人都说得出口 他不觉得说这种话很丢人吗 当然这个案子呢 就让我想起来 如果将来林志坚入阁 成为教育部长 那个时候有戏看了 当林志坚成为台湾的教育部长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话题又拿出来了 好你台大欺诈 你中华大学你欺诈 我卡你的经费 调你的校长 把你校长给你免职 当年啊 谁是我那个论文评审委员会的 给我调调那些人都给我滴了出来 我秋后算账 那个时候有可能 如果林志坚 前提是被蔡甲博士任命为教育部的部长 这个荒谬的事情啊 在台湾没准就干得出来 你别别以为他干不出来 我就认为这帮骗子 既然都是一帮骗子 这儿骗不成 这边儿骗 任教育部长不用你老百姓说了 我直接任命就完了 很简单一句话的事情 按照蔡甲博士的权利 什么办不到啊 什么肮脏的人不能搁在部长啊 办得到 所以退款这个事情呢 或许将来有话可说 看看林志坚今后的去向 去哪了 这个挺重要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八卦的事情呢 我联想到另外一个 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事情呢 我是通过这个案子 突然想到那个案子了 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呢 发生在七八年前了 甚至有十多年前 在十多年前 在加拿大的媒体 广播电视报纸 大家全国都在讨论一个 叫杂货铺的案件 这个是那个年代的人呢 人人都知道 我是通过报纸啊 电视啊 然后通过研究 它那个最终的文件啊 才知道这个案子的 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情呢 就是有一个华人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开了一个杂货铺 杂货铺就卖点什么日常的一些日用品呢 不大的一个小杂货铺 门口卖点水果 里边卖点油盐酱醋 有一天有一个小偷进来了 进来以后呢 就在这背了个包啊 就往包里偷 装东西装装装 装完了以后 撩手就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看见了 看见了以后呢 第一次呢 这个小偷撩完以后就走了 他呢就记着这个面孔了 其实这个杂货铺里边呢 也安有摄像机 但是在加拿大摄像机没用 过了两个星期 这小偷可能这些东西吃完了 用完了又来了 又来了以后呢 又背这个包又进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杂货铺老板的 这个华人呢 就给警察打电话 说报告警察 我这有个小偷来了 打完电话以后呢 过了三个小时 来了个警察 这个警察来了以后 问说你打电话 什么事啊 这个杂货铺老板说的 我打电话说有小偷来了 但是这个是三个小时以前的事情了 说小偷已经走了 走了 行没事 警察走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 小偷又来了 又来了以后呢 这个杂货铺老板呢 又拿一电话 他认的呀 他知道这个人是小偷 拿一电话 报告警察 小偷来了 又过了三个小时 又来一个警察 说你打电话呀 说是 什么事啊 说小偷来偷东西了 说小偷呢 早就走了 因为三个小时 以前打的电话了 他不会在这偷三个小时的 15分钟就走了 说啊 警察又走了 又过了两个星期 这个小偷又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杂货铺老板呢 他就认为 我得先把小偷抓到 然后呢 再给警察打电话 对吧 好 他就观察 暗中观察 盯着小偷 等着小偷往包里装装装装装 马上这个包就要装满了 就要出门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杂货铺的老板呢 冲一下铺过去 卡 抓住这小偷的手 一拧 哎 给绝招以后呢 这时候呢 就等于是当场勤货 对吧 人赃俱货 你的包在这 我也拿到你了 这时候呢 他抓起电话来 啪 给警察打电话 说报告警察 小偷来了 我已经把他抓到了 这个时候 警察搜一下就来了 五分钟就到了 N多警察 不是一个 一群来了 来了以后 带着枪 带着手铐 上来以后 叮光 拿着手铐去铐 铐的是谁呢 他铐的不是那个小偷 铐的是这个杂货铺的老板 把这老板 撅在地下 铐上反扣上 然后直接装入警车 拉往监狱 第二天早晨 对这个杂货铺老板进行 刑事罪犯的起诉 控告 控告什么 控告他 对一个加拿大公民实行暴力 暴力罪犯 大概这部过程 这个我们从报纸上呢 就看到了一封 有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呢 就是这个杂货铺的门呢 已经被贴封条了 门口呢 那些梨啊 苹果桃啊 已经洒了一地了 因为这个店等于警察来了 听光了就给砸了 贴上封条 他就一个人吧 他要被逮捕了 这个杂货铺就没有人了 所以那个破门 看上去破门 很旧的一个门 贴封条了 门口一塌糊涂 没人了 那很多记者到那去 拍了一些照片 好 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有记者 在多伦多里边 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 爆出来以后呢 报纸也好 电视台也好 就有很多的新门 就是在民间呢 或者是媒体啊 就有些组织 就问 说请问政府 你们是抓好人 还是抓坏人 警察的回答就是 我们是抓坏人 那个有一个记者会 我看了一个 电视台有个直播 警察有个发言人 那个搭记者 有个记者就说 你抓好人还是抓坏人 他说我们当然抓坏人了 那记者就问 请问这个杂货铺 这个老板 和那个偷东西人 请问谁是坏人 警察答复是 杂货铺老板是暴力罪犯 所以这个按照司法 犯有暴力罪 我们是制止的 我们是镇压的 说那个不是坏人吗 说那个他没有伤人 没有犯暴力 好 这个时候整个这个舆论 就炸了锅了 所以全国就是电视 就很多文章呢 就纷纷的在评论这个事情 后来呢 大家就是说 认为这个民间呢 这个声音太强烈了 有一篇文章就是说 如果你不抓这个偷东西人的话 那你也别抓他了 我们认为 这个店老板 这是个好人 他店里被偷了 一次 两次 三次 给你们打电话 你们都是三个小时以后才来 到最后 他英勇的把小偷抓到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国啊 有一种说法就是 抓到小偷 把小偷扭送到派出所 中国叫派出所啊 这边叫什么警察局 这个呢 是一种英雄好汉的做法 对吧 见了小偷 见以勇为也好 或者屋主也好 店主也好 你来偷东西 我抓到你 抓到你以后呢 我就把你扭送派出所 在中国人的脑子里边认为呢 这个店老板是好人 是那个是坏人 但是在加拿大呢 说不是 这个店老板是暴力罪犯 而那个呢 是一个好人 你看 这个道德完全扭曲了 当然这个扭曲的程度呢 就让一些当地白人呢 也觉得干脆 你两个都别抓 你既然不抓都不抓 就让他随便偷 他扭了扭了以后 你让他就放回去完了 不行 这个人已经被关入监狱了 为了这个事情呢 按照当时的报道呢 就是要立法 立个什么法呢 就是这个店老板对一个小偷进来 他能不能抓他胳膊扭他 能不能 这要开国会 据说开了两次国会 国会议员 哎呦 讨论来讨论去 最终呢 说没下文 没有下文 没有结果 那这个人呢 最后被关了一个多月 据我看当时的报道 好 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回到林志坚这个事情了 这个政府 他是鼓励林志坚作弊的 为什么说 我说政府鼓励呢 蔡贾博士鼓励啊 蔡贾博士一直在说啊 志坚你辛苦了 当台大把林志坚的硕士拿掉以后 蔡贾博士还说了 全党挺志坚 你要占清白 当中华大学 把林志坚的硕士给拿掉了 蔡贾博士还是说了 全党挺志坚 占清白 他的在他们的脑子里边 我欺骗造假 偷东西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清白的 你不偷东西 你老老实实的写论文 你才是犯罪呢 这是他们的逻辑 那听不出来吗 刚才我看了中天那个新闻 就说 说蔡贾博士脑子有问题吗 难道他不知道林志坚这个是造假吗 蔡贾博士他怎么不知道啊 他自己就是造假的 他当然知道了 在蔡贾博士的脑子里边 造假学位 论文抄袭 这个是合法的 是清白的 为什么 大家都这样 英国大老板就这样干 我们不这样干吗 你们台大 你们中华大学 你们不按照我们英国人的方法去做 你们居然把他硕士拿掉了 你们是诈骗 让你退钱 你把钱退给人家 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个逻辑 跟我们正常人逻辑是完全拧过来的 但是人家 说出话来 振振有词 蔡贾博士 就在那坐着呢 占清白 到今天我们想看看这个林志坚怎么个占法啊 我估计啊 他可能不会现在来占 一定将来等提拔提升的时候 那个时候搞不好 有细看 所以这些一些具体的 当一些具体的案件出来之后呢 我们透过这一个小的案件 就可以看出这个政府的道德水准在什么地方 就能看到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在什么地方 社会的伦理道德由政府来规范的 你上梁不正 下梁当然就歪了 在加拿大这个国家 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 小偷到你家偷东西 你不能打 不能骂 你要打一下 骂他一下 抓他一下 胳膊扭他一下 腿 行 暴力 警察到场了 一定把你逮捕 因为什么 你犯有暴力罪 在台湾 造个假学历 朝改论文 这不叫事 这个就叫正义的 而你们敢说他 居然敢把林志坚这个东西拿掉 罪犯 造假 欺骗 诈骗 所以现在按照这个文章就是呢 中华大学你诈骗 你诈骗林志坚的钱了 台大你诈骗 你诈骗完了拿你的钱 不给人家硕士文凭 诈骗 退款 所以这个退款这话题呢 就今天就吵出来了 我看完以后呢 觉得八卦的不能再八卦了 但是又没什么新鲜的话题好说 所以呢 我们就今天也跟大家八卦一场吧 今天说的全是八卦 就是在台湾呢 论文造假 在蔡甲博士的嘴里边是清白的 正确的 合法的 那些质疑论文造假的人 罪犯 抓起来 就跟在加拿大似的偷东西 哎 不能动 你敢抓他 你 暴力 抓你 你敢推他一下 骂他一下 抓你 这个就是哎 政府决定了 所以在加拿大小偷 遍地都是 而法庭呢 法院警察呢 从来不去判一个小偷有罪 警察也从来不抓小偷 对小偷保护的无微不止 这个是什么现象呢 就是和我们普通人的伦理道德是完全相拧的 但是人家是政府 人家是司法 在任何国家 在很多国家都是这种现象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个人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这个国家 去衡量别人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了解呢 你可能就变成了那个国家的罪犯了 回过头来再总结一下今天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呢 有人提出来要让中华大学台大退款给林志坚 因为说你中华大学诈骗 收了钱不给人学位 这么可笑的话题呢 真的说得出来 我们看看后边民进呢 还能弄出什么更奇葩的八卦新闻来吧 就林志坚这个事情已经是差不多在台湾人人都知道了 但是会不会影响选情呢 我认为不会 因为选情结果并不是你老百姓投出来的 桃圆你认为张善政的当选了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张善政依然死得很惨 当然我这是一种片面的猜测了 我不是看台湾人民投票的积极性 也不是看他们现在说那个假民调 我是看整个台湾这个点票系统这个行政体系这个行政机构这个选举委员会他完全是被操控的 因此在桃圆这个地方最终桃圆的市长搞不好还是民进党这个人接林志坚的这个人 不管他是谁无所谓 刚才有媒体说了张善政能够吻胜了 有好多就说张善政吻赢了 我对张善政吻赢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还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张善政赢不了 当年跟韩国瑜在一起赢不了 今天你也赢不了 因为他们不在乎这个东西 只是民怨太大了 所以呢 暂时把林志坚先等着 先到一边去 将来 哎 搞不好行政院长过来 再搞不好玩一副总统 可不可能呢 都有可能 民进党什么干不出来呀 我们就看吧 所以今后关于林志坚的所有话题 我们都视为八卦 不用认真就完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